小王小王,我发现了会打篮球的鹦鹉 速度发给大家,哦 这就是前段时间全网爆红的动物P图 两条黑色的小手以及手上的篮球 都是用动画软件P上去的 原版的鹦鹉长这样,并不会打篮球 接着看投稿吧 又是坠裂的老传统了 玩家跳起来的瞬间被龙溪弹从下方击中 就有概率飞出去一段距离 这个穿模的其实不算什么 最牛的是这个 要不是被树卡了一下 人物估计就飞出宇宙了 牛喝啤酒跟狗头抱拳咱们之前都已经试过了 但是这个手捧鲜花怎么看起来有点诡异的样子 不会是骗我的吧 输入点赞 再加一个鲜花 哦,居然是真的 又收获一个合成表情 兄弟们也快试试看吧 别忘了长按点赞 出发特效哦 传说中的探头遇到爱 评论区有人说 这种情况不可能碰到 随便就成河了 小王作为和平主义者 今天就证明给大家看看 首先收好枪 表示我们没有恶意 然后蹲下来 慢慢的往前走 接下来探头 果然跟小王预料的一样 看下一条 嗯? 细演的还行啊 BGM也恰到好处 再看这个标题 原来人机都有队友保护 瞬间就能戳中泪点 但是话说回来啊 拍段子没问题 较真就没意思了 先不谈这面具 本来就能领到 就算你没有 随便打几个人机 换上他们的衣服 也能演这种段子 很多人觉得衣服 对了就是人机 这就属于无机之谈了 嗯? 跟没看明白的同学解释一下啊 这是给MC主播 有人跟他说 我的世界画质太差 于是他就换上了真实的地形材质包 随后游戏就变成了全新的模样 看着很漂亮吧 但其实这种材质包还不算是最顶级的 搭配上超高算法的显卡 再拉满光线追踪 出来的效果会更惊人 MC的原版虽然看着全是马赛克 但想提升画面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更何况他的游戏性 那可比画面要牛多了 吃鸡真人服装秀出来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由于视频过于稀有 观看之前建议大家双击加关注 保存起来 以防视频永久丢失 别听他瞎说 这视频没啥稀有的 全称叫PEC年度皮肤大秀 网上一搜一大堆 就是光子承办的一个晚会 主要目的是带玩家回顾一年以来 发售返场的套装 再邀请一些明星演唱经典曲目 还有AR走秀什么的 聚会的性质比较浓重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感兴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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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兴趣 这条视频不是投稿 是我看到后觉得非常有意义 所以想放给大家看的 视频讲述的就是两个时常一起玩耍的伙伴 因为学业 父母的压力 最终分道扬镳 评论区都在分享自己的游戏历程 有人遇见了对自己很好的陌生叔叔 在他的鼓励下 达上了第一个王牌 有人因为防沉迷的缘故 跟曾经要好的同伴背道相持 还有人在感叹 游戏不再是曾经的游戏 身边的人也不再是曾经的那些人 但或许这就是世间的发展规律 新的人变老 老的人变成回忆 回忆又催生着你去认识更多新的人 总而言之 珍惜每一段缘分的历程 失去的时候才会有所畏解 不是吗